聽到說將近有 9000 個隔板每個同學 因為這樣的經費大概有 150 塊以上的帳價價格 所以我們大概花了將近 150 萬個這樣的經費 來建置這樣的一個防護的隔板 在這邊跟各位委員先生補充報告一下 另外一個關心就是中央政府每個學生說 100塊的都給學校長 這個部分我想請校長來說明 這個部分我們既然隔板我們做了 那這部分剩下的部分我想請校長來補充說明一下 我們怎麼用這個補充 我們請來地主的補充 這講其實很關心學校 所以縣政府也有一個相對的一款快的補充 但是因為我們已經做了這個隔板的部分 所以其實像我以我學校的為例 我們就會去 因為我們每天早上要量一次 中央要量一次提問 所以像我們學校就會買一個醫師的這個 和溫檢測器在教室裡面 讓孩子隨時都可以監控自己的這個體會的部分 那剩下的錢的部分 我們也會買一些防疫的這些物資 包括口罩 然後包括那個酒精等等 所以其實我們並沒有說 因為健康所這樣的一個協助之後 我們就不曉得怎麼使用 其實防疫物資其實非常非常的需要 所以學校端也會利用這個機會 所以就把我們所有學生都能夠把它照顧好 然後所以該版的這些防疫設施 我們都會來做準備的以上 是的 那很謝謝我們校長 還有沒有其他人 教授要對一百塊那個部分要做補充 你知道嗎 不認真啊 好啊